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式无水小蛋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打入4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240克 先加入几滴白醋去腥 再加入30克白糖 30克蜂蜜 然后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高速打发 一直打发到提起打蛋器 能够留下像这样比较明显的纹路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筛入120克低筋面粉 然后用刮刀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这一步我们一定不要画圈搅拌 以免消泡,影响成品的蓬松 接着我们在模具表面先刷一层食用油防粘 再用勺子咬入我们刚刚翻拌好的面糊 面糊大概能装到模具的六七分满就可以了 再用手轻轻给它震动几下 排出里面的大气泡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一些白芝麻增香 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65度 烤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无水蜂蜜小蛋糕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还有一股浓浓的鸡蛋香味 味道比外面卖的还要好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添加剂 吃着也放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